《战国册》卷十四 楚衣 齐楚购难 宋请中立 齐即宋 宋许之 子相卫楚 伟宋王曰 楚已缓施宋 将法齐之吉也 齐以吉得宋 后将长吉矣 誓从吉而公楚 必立也 齐战胜楚 誓必威颂 不胜 誓以若宋 甘强楚也 而令两万圣之国 常以吉求所欲 国必威矣 五国约已伐齐 昭阳为楚王曰 五国已破齐秦 必难屠楚 王曰 然则奈何 对曰 韩世辅国也 耗力而误难 耗力可赢也 务难可拒也 我厚禄之以利 齐心必赢 我西兵以林之 齐心必拒我 比拒无兵而赢我利 五国之事必可败也 约绝之后 虽物与地可 楚王曰 善 乃命太公事之寒 见公众曰 福牛兰之事 马灵之难 亲王之所见也 王狗无以五国用兵 请孝列成武 请西楚国之众也 以强于齐 齐之返赵位之后 而楚国福与地 则五国之事困也 京宣王问群臣曰 吴闻北方之味 朝夕续也 果成何如 群臣莫对 江一对曰 虎求百兽而食之 得虎 虎曰 子无敢使我也 天地使我长百兽 今子使我 是逆天地命也 子以我为不信 无畏子先行 子随我后 观百兽之见我 而敢不走乎 虎以为然 故遂雨之行 受见之 接走 虎不知兽为己 而走也 以为为虎也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 代甲百万 而专属之朝夕续 故北方之为西续也 其时为王之甲兵也 由百兽之为虎也 朝夕续也 朝夕续与彭成军 亦于王前 王兆将矣而问焉 将矣曰 二人之言皆善也 臣不敢言其后 此为律贤也 寒郭与彭成军之难 朝夕续为楚王曰 王不如无救赵 而以强卫 卫强其歌赵必深矣 照不能听 则必坚守 是两弊也 景社曰 故然 朝夕续不知也 福卫之公赵也 恐楚之公其后 今不救赵 赵有王行 而未无处忧 是楚卫共赵也 害必深矣 何以两弊也 且卫令兵以身割赵 赵见王行 而由楚之不救己也 必与卫何而以谋处 故王不如少出兵 以为赵源 赵是楚境 必与卫战 卫怒于赵之境 而见楚旧之不足卫也 必不是赵 赵魏相避 而其勤应处 则未可破也 江隐欲勿朝夕续与楚王 而力不能 故为梁山阳君请封于楚 楚王曰 诺 朝夕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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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夕续与楚王 江隐因得 朝夕续与之共物朝夕续 卫世勿朝夕续与楚王 楚王告朝子 朝夕续曰 晨朝夕已是听令 而未入无君臣之间 晨大聚 晨非未未也 福谢无君臣之交 而天下信之 是其为人也尽苦矣 福苟不难为之外 启望为之内乎 晨之得罪无日矣 王曰 寡人知之 大夫何患 江已勿朝夕续 为楚王曰 人由以其狗为有职而爱之 其狗常逆 其邻人见狗之逆境也 欲入言之 苟悟之 苟悟之 当门而逝之 临人淡之 遂不得入言 邯郸之难 楚晋兵大梁 取矣 朝夕续 取位之宝器 以居位之之 故朝夕续 常悟臣之见王 将已欲勿朝夕续 为楚王曰 下笔舟则上威 下纷争则上安 王亦知之乎 愿王勿望也 且人有好洋人之善者 愚王何如 王曰 此君子也尽之 将已曰 有人好洋人之恶者 愚王何如 王曰 此小人也远之 将已曰 然则且有此杀其父 臣是其主者 而王终以不知者 何也 以王好闻人之美 而勿闻人之恶也 王曰 善 寡人愿两闻之 将已睡于安陵君曰 君安直尺之地 骨肉之亲 处尊位 守候路 异国之众 建君 莫不脸刃而拜 扶尾而扶 何以也 曰 王过举而已 不然无以至此 将已曰 以财交者 财尽而交绝 以色交者 华落而碍于 誓已婢女不必席 宠臣不必宣 今君善楚国之事 而无以身自结于王 妾为君威之 安陵君曰 然则奈何 愿君必请从死 以身为训 如是必常得众于楚国 曰 谨受令 三年而服言 将已复见曰 臣所为君道 至今未效 君不用臣之计 臣请不敢赴建议 安陵君曰 不敢望先生之言 未得建议 于是楚王由于云梦 劫似千盛 惊其毕日 野火之旗也若云泥 似虎豪之声若雷霆 由狂似 降车一轮而至 王亲隐攻而射 亦发而异 王超瞻尾 而养四手 养天而笑悦 乐矣 今日之有也 寡人万岁千秋之后 谁与乐此矣 安陵君弃树行而尽曰 臣入则边席 初则陪圣 大王万岁千秋之后 愿得以身世皇权 入楼矣 有何如得此乐而乐之 王大悦 乃风坛为安陵君 君子闻之曰 将以可谓善谋 安陵君可谓知识矣 将以谓谓始于楚 谓楚王曰 臣入境 闻楚之俗 不避人之善 不避人之恶 诚有之乎 王曰 诚有之 将以曰 人则白宫之乱 得无逐乎 诚如是 臣等之罪免以 楚王曰 草王曰 何也 将以曰 周侯相楚 贵甚以而阻断 左右拒曰无有 如出一口以 颖人有欲三年不觉者 故令请其宅 以补其罪 可因谓之谓 朝夕续曰 颖人卯氏之宅 臣愿之 朝夕续曰 颖人卯氏不当服罪 故其宅不得 客辞去 朝夕续以而毁之 因为客曰 西续得势功 功何谓以故与西续 客曰 非用故也 曰 为而不得有悦色 非故如何也 城魂出周 三人偶行 难由于处 至于新城 城魂说其另约 正魏者 处之阮国 而勤处之强敌也 正魏之弱 而处以上梁应之 夷阳之大也 处以若新城为之 朴返平阳 相去百里 秦人一夜而习之 安亦不知 新城上梁 相去五百里 秦人一夜而习之 上梁亦不知也 今编毅之所适者 非江南四上 故楚王何不以新城为主郡也 编毅甚立之 新城公大阅 乃未据司马圣车五百斤之处 城魂得之 遂难交于楚 楚王国以新城为主郡 韩公书有齐位 而太子有楚秦以征国 正身魏楚始于韩 脚以新城洋人与太子 楚王怒 将罪之 对曰 臣脚以之 以为国也 臣为太子得新城洋人 已与公书征国而得之 其位必伐韩 韩世吉 必玄令于楚 又何新城洋人之感求 太子不胜 然而不死 今将道观而至 又安敢言帝 楚王曰 善 乃不罪也 楚渡赫 说楚王以取赵 王且与之 五大夫 而令私行 臣枕为楚王曰 贺不能得赵 五大夫不可收也 得赏无功也 得赵而王无家焉 是无善也 王不如以实胜行之 是成与之五大夫 王曰 善 乃以实胜行之 杜贺怒而不行 臣枕为王曰 事不能得赵也 楚王问于范还曰 寡人欲致相于秦 孰可 对曰 臣不足以支支 王曰 无相干貌可忽 帮还对曰 不可 王曰 何也 曰 福时局 上菜之间门也 大不如弑君 小不如楚氏 以可怜闻于世 甘茂氏之顺言 故惠王之名 五王之茶 张仪之好赠 甘茂氏之 取食官而无罪 茂成贤者也 然而不可向秦 秦之有贤相也 非楚国之利也 且王常用华于悦 而纳勾章 媚之难悦乱 故楚南茶赖湖 而也江东 即王之功 所以能如此者 悦乱而处置也 今王已用之于悦乙 而望之于秦 臣以为王拒肃望乙 王若欲置相于秦乎 若公孙豪者可 福公孙豪之于秦王 亲也 少羽之同一 长羽之同车 批王一已听事 真大王之相也 王相之 楚国之大利也 苏秦为赵合纵 睡楚威王曰 楚天下之强国也 大王天下之贤王也 楚地西有钱中乌郡 东有夏洲海洋 南有洞庭苍吾 北有焚行之赛 寻阳地方五千里 代价百万 车千圣 祭万匹 宿之十年 此霸王之之也 福以楚之强 与大王之贤 天下莫能当也 今乃欲西面而视秦 则诸侯莫不难面 而朝于张台之下矣 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储 储强则秦弱 储弱则秦强 此其事不两立 古魏王之计 莫如纵亲已孤秦 大王不纵亲 秦避其两军 一军出五官 一军下前中 若此则烟影动矣 陈文智之其未乱 唯之其未有也 患智而后幽智 则无极矣 故愿大王之早济之 大王常能听臣 臣请令山东之国 奉四十之县 以成大王之明智 为设计宗庙 练世立兵 在大王之所用之 大王常能听臣之余计 则含卫其因 赵卫之庙因美人 必崇厚公矣 赵代两马驼驼 必施于外旧 故纵合则楚望 行程则秦帝 今世霸王之业 而有世人之名 臣妾为大王不娶也 福秦虎狼之国也 有吞天下之心 秦天下之愁愁也 行人皆遇割诸侯之地 以示秦 此所谓养愁而奉愁者也 福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 以外交强虎狼之秦 以亲天下 足有秦患 不顾其祸 福外邪强秦之威 以内劫其主 以求割地 大逆不忠 无过此者 故纵亲 则诸侯割地 以示储 行河 则处割地 以示秦 此两侧者 相去远矣 有一赵之术 两者 大王何居隐 故碧一赵王 使臣孝于记 奉明曰 在大王命之 楚王曰 寡人之国 西与秦皆敬 秦有居巴蜀 并汉中之心 秦 虎狼之国 不可亲也 而寒位迫于秦患 不可与申谋 恐反人 已入于秦 故谋未发 而国以威矣 寡人自料 以处当秦 未见圣焰 内与群臣谋 不足事也 寡人 卧不安息 时不甘位 心遥遥如玄经 而无所忠伯 仅君欲 依天下 安诸侯 存微国 寡人 仅奉 设计 以从 张仪为秦破纵连横 睡楚王曰 秦帝半天下 兵敌四国 披山戴河 四塞已为故 虎奔之势百余万 车千胜 计万匹 素如秋山 法令济明 士族安难乐死 诸言以明 将志以武 随无出兵甲 席卷长山之险 折天下之己 天下后福者先王 且福为纵者 无以异于 驱群羊 而攻蒙虎也 福虎之羽羊 不格明矣 今大王 不遇蒙虎 而遇群羊 且已为大王之计 过矣 凡天下强国 非秦而楚 非楚而秦 两国敌谋交争 其事不两立 而大王不遇秦 秦下甲兵 俱夷阳 韩之上帝不通 下河东去城高 韩必入臣于秦 韩入臣 未则从风而动 秦宫处之兮 韩未攻其北 社税 社稷 岂得无危灾 且福约纵者 具群弱 而攻至强也 福 以弱攻强 不料敌而轻战 国贫而照举兵 此威王之术也 陈文之 兵不如者 勿于挑战 素不如者 勿于持久 福纵人者 事便虚辞 高主之极刑 言其利 而不言其害 足有储货 无疾为矣 事故远大王之 熟记之也 秦夕有巴蜀 方船激宿 起于问山 寻江而下 置影三千余礼 方船载足 一房载五十人 于三月之梁 下水而浮 一日行三百余礼 礼数虽多 不费马汉之劳 不至时日 而聚汉官 汉官经 则从靖陵以东 进城首以 秦中乌郡 匪王之游以 秦举甲出之五官 南面而攻 则北帝诀 秦兵之公楚也 危难在三月之内 而楚是诸侯之旧 在半岁之外 此其事不相及也 福是弱国之旧 而望强秦之祸 此臣之所以为 大王之换也 且大王常与 无人五战 三战而亡之 镇足尽矣 由拼守新城 而居民苦矣 陈文志 公大者亦威 而民毙者愿于上 福守亦威之公 而逆强秦之心 臣妾为大王威之 且福秦之所以 不出甲于寒谷官十五年 以攻诸侯者 阴谋有吞天下之心也 楚常与秦构难 战于汉中 楚人不胜 通侯直归 死者七十余人 遂亡汉中 楚王大怒 兴师习秦 战于蓝田 又戏 此所谓两虎相伯者也 福秦楚相避 而韩位已全治其后 既无过于此者已 事故愿大王熟记之也 秦下兵恭卫阳尽 必开拥天下之凶 大王西起兵已恭颂 不至数月而颂可举 举颂而东旨 则四上十二诸侯 尽王之有矣 凡天下所身 约纵亲奸者 苏秦 封为五安君而相殷 即殷与殷王 谋破旗 共分其地 乃养有罪 出走入旗 其王因寿而相之 居二年而绝 其王大怒 车裂苏秦于世 福以以诈为反复之苏秦 而欲经营天下 混依诸侯 其不可成也 亦明以 谨秦之语除也 皆敬壤界 故行亲之国也 大王常能听臣 臣请秦太子 入智于楚 楚太子入智于秦 请以秦女为大王 积肘之妾 孝万家之都 以为汤墓之义 常为昆帝之国 终身无相攻击 臣以为继 无便于此者 故必亦秦王 使使臣献书大王制 从车下风 须以绝世 楚王曰 出国毕露 脱东海之上 寡人年幼 不惜国家之常计 今上课 性教以明智 寡人文智 敬以国从 乃前使车百圣 陷积害之息 夜光之弼 于秦王 张仪向秦 为昭居曰 楚无烟影汉中 有所更得乎 曰 无有 曰 无昭居晨晨 有所更得乎 曰 无所更得 张仪曰 为一位楚王 逐昭虽晨晨 请赴阴影汉中 昭虽归报楚王 楚王悦之 有人为昭虽曰 甚以 楚王不察于 争明者也 寒求向 功臣吉 而周不听 为求向 其无灰 而周不听 何以也 周是 列宪 序我也 今处 万圣之强国也 大王天下之贤主也 今夷曰 逐君与陈诊 而王听之 是处自行不如周 而夷 重于 含卫之王也 且仪之所行 有功名者 秦也 所欲贵妇者 卫也 欲为功于卫 必难法处 故功有道 外掘其交 内竹其谋臣 臣臣 下人也 习于三进之事 故竹之 则处无谋臣以 仅君能用处之众 故义竹之 则处众不用矣 此所谓 内功之者也 而王不知察 仅君何不献臣于王 请为王使其交不绝 其交不绝 仪文之 其交烟影 汉中 必还矣 是昭居之言 不信也 王必搏之 威王问于 莫敖子华曰 自从 仙君文王 已至 不古之身 亦有 不畏 勋劝 不畏 露眠 已有 社稷者乎 莫敖子华对曰 如华不足之之矣 王曰 不与大父 无所闻之 莫敖子华对曰 君王将何问者也 彼有连其诀 贫其身 已有社稷者 有重其诀 封其路 已有社稷者 有断斗绝父 亦明而万事不适 不知所义 已有社稷者 有劳其身 愁其智 已有社稷者 亦有不畏勋劝 不畏露眠 已有社稷者 王曰 大夫此言将何谓也 莫敖子华对曰 习令吟子文 资博之一已朝 路求已处 为民而立于朝 日会而归时 朝不谋兮 无一月之机 故彼连其诀 贫其身 已有社稷者 令吟子文事也 西者 叶公子高 身祸于表伯 而才于驻国 定白宫之祸 宁楚国之事 回先君已叛方程之外 四丰不亲 名不错于诸侯 当此之时也 天下莫敢以兵南向 叶公子高 十田六百枕 故彼重其诀 封其路 已有社稷者 叶公子高是也 西者 吴于楚 站于伯举 两玉之间 夫足交 莫敖大心 扶其玉之首 故而太西悦 皆护子护 楚国王之月 至矣 吾将深入吾君 若扑一人 若拓一人 已于大心者也 社稷其为数积户 故断斗绝父 一鸣而万事不适 不知所亦 已有社稷者 莫敖大心事也 西吴于楚 战于伯举 三战入营 寡君身出 大夫西蜀 百姓离散 坟茂伯苏曰 吴披肩直锐 父强敌而死 此由一族也 不若奔诸侯 于是迎凉前行 上征山于身兮 直川西报 七日而搏秦王之巢 却立不转 昼银消枯 七日不得告 水浆无入口 颠而丹闷 茂不知人 秦王闻而走之 关带不相及 左捧其手 又如其口 搏苏乃苏 秦王深问之 自属水也 坟茂伯苏对阅 臣非易 楚使心造立 坟茂伯苏 吴语楚人站于伯举 三战入营 寡君身处 大夫西蜀 百姓离散 使下臣来告王 且求救 秦王顾令不起 寡人闻之 万圣之君 得罪一事 设计其微 今此之谓也 遂出隔车千圣 足万人 属之子满与子虎 下散以东 与无人站于浊水 而大败之 亦闻于主谱 故劳其身 愁其私 以忧设计者 坟茂伯苏事也 吴语楚 站于伯举 三战入营 君王身出 大夫西蜀 百姓离散 蒙古 结斗于 公堂之上 舍斗奔颖曰 若有孤 楚国设计 其术几乎 遂入太宫 赴离次之典 以浮于江 逃于云梦之中 昭王繁颖 五官施法 百姓昏乱 蒙古现典 五官德法 而百姓大志 此蒙古之功 多予存国相若 封之直规 填六百枕 蒙古怒曰 古非人臣 设计之臣 苟设计血时 与其息无君户 遂自弃于墨山之中 至今无貌 故不畏勋劝 不畏露眠 以忧设计者 蒙古事也 王乃泰西曰 此古之人也 金之人 焉能有之也 莫敖子华对曰 西者 先君凌王 号小妖 处事 处事曰时 平而能力 事而能起 时之可遇 忍而不入 死之可恶 然而不必 张文之 其君好发者 其臣绝时 君王直不好 若君王成好贤 此五臣者 皆可得而治之 obrigado 未经许可 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